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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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出生的時候應該是107年前 聽聞他不止107歲 他大過107歲 他待會做事報大幾年 我覺得在這個制度下 我維護自己的最大利益 我不覺得有威大不了 第二就是 其實你看回TVB 他時事的時候 他還在運作公司的時候 是沒有這麼想像的 是自從他年紀大 退居二選期就叫做方日華 他老婆搞的時候 我們看新聞 我們純粹多遠年 很多人說他算得很小 就沒有趙日夫這麼大方 接著方日華再 早幾年 賣給陳國強 學王之後 那TVB就真的厲害了 你不能夠 我現在太成功了 所以才被你這麼厲害 因為他成功了 我相信是跟社會背景相互相成的 當然啦 老老實實說 如果亞洲還可以給他挑戰 如果不是說何蟹了 做 簡直是一個廢台 不只要亞洲電視不爭氣 當然不爭氣 他根本不需要爭氣 之前70年代的時候 當然不是這樣 那時候還沒有河蟹 還可以爭 你要記住那時候還沒有河蟹 他從豐小平 我沒有記錯 那一代開始 根本已經落作入中之手 何來有 何來有影響他的能力 說真的 當我不用做任何事情 都可以賺到這麼多錢的時候 那當然是罷權 記住 我繼續去剪任何clause 但是廣告費仍然不斷收 都只有我 有時候不用刻意去霸權 形勢都令到他成為霸權 所以邵逸夫 因為他這種人物 我反而最欣賞他的 就是那種聰明 可能是人老精鬼老靚 其實在國內 我們所知 講身家 我們不知道是多少錢 這幾天報紙 因為我現在不是怎麼看報紙 但是我所知 他肯定 我估計一定沒有後進 李嘉誠 李士忌 可能還遠遠不及 但是他沒有生意 在國內 或是很少 就是我所知 純粹就是捐錢 好像捐了幾下 我想你桌面 看到幾十億的 可能桌底不止 那你只是邵逸夫獎 那裡都成億的獎金 補回諾貝爾獎的不足 而且他搞的獎 他說有一點 你要記住 你搬身有俄羅斯 有德國 有瑞典 他不是每次要搬給你 你什麼中國人 對不對 這些人物 封流人物 封流人物 其實就真的 走這樣一個就一個 都應該幾封流 有個年輕人 有那種 像女人來說 男人 當然要這樣 如果不是 是男人 你老老實實說 好像剛剛我收到 有個朋友 也是那些好兒子 話題一撐開 一撒就一撒 才沒見過女人 所以如果有人會覺得 我們對邵逸夫不敬 這是一個天大的誤會 譬如你說去年 剛剛那個台慶 有人說很有效 一走一走就死 殺雞錢 我就覺得不應該這樣說 第一 我想應該沒有人 要衝著邵逸夫去殺雞錢 第二 要說真的 文三哥哥 你百多歲 你今年殺完 明年又殺 後年又殺 就算你不通過邵逸夫 你找人年年來殺我 你殺四五十年後 你會說終於找到 香港又少一號人物 因為這些實業家 不是靠地產 其實是困難的 沒有的 而且你可以很明顯 簡單 你說是怎樣也好 他真的是吃得開 人家會尊重他的 就類似以前包肉桿那些 可以遊走世界各地 都是得到尊重的 沒有邵逸夫這些人 就越來越多一些 古靈精怪的人 今天我要出第一張照片 我心扮演員 我們來看看 他就說 做一下譚慧珠的樣子 來看看 嘩 他好像很疼 譚豬豬 不要緊 我們先說一下 譚慧珠還沒入到棄育 我們首先 不如說 其實看不看他的樣子 都可以 嘩 我們不是看照片 為什麼我們覺得 為何做一些照片 其實是對我自身有個交代 因為我下載了照片 我就覺得自己有做功夫 不是兩手肥膚來做節目 OK 譚慧珠為什麼要說 人呢 好像我想跟他們 其實我們是有網友 生了就行了 太男人欺負了 他們欺負了 就經常會覺得 我們說的事情都知道 但其實首先 我所接觸的很多人 可能是偶然聽他們的節目 會被我們影響的 我們都會盡量說多些 我們千萬不要以為那些權貴 是什麼 有心人 為國為民 大家的立場觀點不同 不要那麼攻擊他 不要那麼遷就他 但其實 你們有沒有看 剛剛 過了30年之後 英國就解密了 這個明報的專門派記者 就首了 譚慧珠說什麼 原來譚慧珠作為 當年他是基本法委員會 他就是採診行政會議的 所以原來當年 他是在談判期間 就是中英談判期間 是怎樣的 主張港府一定要審批居留權 居港權 反對駐軍 好了 30年過去 他現在呢 是怎樣說的 180度轉變 第一就是說 主張釋法 要將那個決定權 讓回中央 OK 最近 陣營議 大家都在爭論 單程證的審批權 譚慧珠更加說 中央是不能動的 另外一個憂慮 當年就是解放軍 譚慧珠是反對駐軍的 他說一定要求 北京當年承諾 收回台灣後 是不會駐軍 譚慧珠就 督促英方 要求中方 給香港的同樣待遇 就是不要駐軍 但回歸後 現在譚慧珠變成什麼 是解放軍的頭號fans 那時候 這個轉變 那你是見到什麼呢 他回歸前 去代表英方 那時候 狗奴才 正正 他做的動作 未必是狗奴才 他做的動作 那時候 其實他覺得 這件事是對香港人好的 他去嘗試爭取 那他不會突然間 覺得對香港人 這件事 以前覺得好 現在 現在純粹是一個 沒有良心的人 而因為他 我所知 我從很多權道所知 很多人是真的覺得 他很好的 為什麽呢 譬如有些 慈善團體 想回大陸 拿不到批文 visa 那些 他可以幫你 他籌不到 譬如起學校 他可以幾十萬 一百萬去幫他 於是在那些團體之下 真真正正 他們覺得 譚慧珠是一個好人 大家觀點的角度不同 都是為社會做很多事的 大家不要這樣說 這次英國人揭秘 那你呢 真的看到很多人 那個政治變色龍 那種無恥 如果 共產黨 譬如說可以直接譚為主 可以 不要緊 給他一些東西 等你去拿多些政治本錢 所謂 統戰 即是市民 即是我們足以顯見 我們一向的信念 就是共產黨 其實什麽都可以給你 是只差在未給我們 現在正在合作我們 還未給我們 是不可以給權利 是的 沒錯 如果這樣視權力 即是如血液 如空氣 的共產黨 你還溫溫柔柔 好像現在的 所謂和我們爭取民主的政黨 虛與蛇毀 如果佔中 佔到明年都未能佔到的時候 你就覺得 即是我們有機會這樣 是冒實 就真的 我只能夠說一句 泰冷賓州 那我不先爆 因為我見到 星期二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 東平州 林康正 林康正 對 他屌老母 還有拍檯 A版 不要說A版 人都可以發脾氣 那我就反而想斯文一點 那譚慧珠這些人渣 老實實說 你說我遷就他 或者遷就他全家人 甚至反彈 我也要遷就他 不是我可以做什麽 這麽混蛋 在街上見到他 一定是屌他老母 對吧 那 很快 時間 現在是15分左右 我們 似乎應該 說得 說得 說我們今天 是有些人 我們首先要記住 兩件事 首先 跟網友說 要增加封煙 我們都想 由6月13日開始 節目的時候 已經想封煙了 但是 我們的台長 和金主 就說技術有問題 因為 業主那裏 就 還沒有準備好這件事 什麼業主 我們不是租用那間房 這個 封煙有困難 爆造工 如果你說 比如說 恐怖在線 那裏一定沒有問題 我們好像做過一集 第一集在那裏做 那間房 封煙 遲些 雖然可以多些凝聚 但是 根據我聽封煙節目的感受 其實無論你D100好 或者以前的 憶文啊 迷網啊 人網啊 甚至港台商台都好 你開放封煙節目 無論你去那十多人 什麼洪生啊 劉生啊 等等等等 其實 都增加不了什麼 互動性 除非 潘聰 潘聰那裏就會多些不同的人 封煙 今天 看不到 那接著 就 講回民主黨 就是我們的best friend 買香港 垃圾的垃圾 又繼續買香港 我屌你老母 你怎麼能夠不敢爆他 你怎麼能夠不敢屌他 你怎麼能夠不敢屌他 這些混蛋 究竟這群混蛋 有些人為了個位 首先這件事 肯定是為了個位 但是 除了為了個位 你這樣一天被人屌 下到街 七一又被人屌 一一又被人屌 各位是有 在勸你 政治對你們來說 始終是花生 我相信對很多人來說 對不對 都是一個 鬧一下 自己有關心一下 有支持一下 現代學部 捐回幾百元 讓學民思潮 覺得做的事情 或者發洩一下 聽他們的節目 對不對 其實都是遙遠的 所以有很多事情 你們未必夠膽 或者有些考慮 或者自己有些事情 都不是辦到的 就像我看林匡正 我都覺得他不自然 因為我們認識他 他比較斯文 對不對 所以很難去做 我相信各位 真的有 例如見到那些人 要吵他老母 例如煙雞 你難一點 我又叫你 現在要吵他 或在前面去吵他老母 你都會覺得 無論如何去吵他老母 那個性格不同 我不要求 但是大家一定要繼續 羞辱這些人 一定要問他們問題 煙雞沒有吃吵老母 煙雞會問問題 對不對 昨天呢 煙雞還說什麼 煙雞還說什麼 煙雞就說 他們 民主黨 是沒有第二個方案 他們的方案 就是跟 真普聯的方案 一樣 而真普聯 那個是什麼方案 真普聯 是不是有圖體 三鬼 看第一張圖 就是2017 行政長官的普選圖 是 產生的方法 這個是 我看不到這次 但是大人獲得 我讀 你讀 紅色字 這個是產生的方法 哪裏出來的 這個是政府的 政府的 是政府 根據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 2007年的決定 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 按民主程序提名 產生若干明行政長官的候選人 他就是這樣寫 但是這樣寫 是很兇範的 一會才分析 第二呢 第二呢 接下來就是 到那個提名委員會 第二部 嗯 得到你問第二部 提名委員會之後 就可以 得到第三部 投票 OK 我們去回昨天 真普聯 那個 是不是第二 第二張圖 這是真普聯的 這個是真普聯 我看得不清楚 我簡單說 真普聯很清楚 昨天鄭宇石 在記者接待會 他們呢 真普聯的方案 就是公民提名 OK 立法會 政黨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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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提委會提名 是 三個 就是捆綁式 是 決之不可的 昨天善仲佳走出來 在真普聯開完會之後 就說他們民主黨沒有第二個方案 就只是呢 只有一個方案 就是真普聯的方案 真普聯方案 那今天呢 但是昨天其實 劉興英說了 並非捆綁式 OK 於是乎今天民主黨 先收一幅圖 看到這些 混蛋 看到這些短命 今天呢 民主黨 煞有介事 兩點鐘就開記者挑戰 兩點 兩點鐘就出了聲明 還有 這樣說的 民主黨一直認為 真普聯的三鬼方案 即是公民提名 政黨提名 和民主化的提名委員會提名 三鬼是並非捆綁 也都不是缺一不可 民主黨是會全力和市民 泛民主派 真普聯和和平佔中等人士合作合力 反對政治篩選 讓市民可選擇不同政見的代表 實現行政長官的真普選方案 好了 劉慧卿 何俊仁和善仲佳議員 將會在今天下午兩點半 這就是今早民主黨出的聲明 剛才大家看過新聞 都很清楚了 真普聯的方案 其實去到這一步 據我的了解 我就不會太過質疑自選 在這一步 其實 問心我句都多了 因為還有一個提議會 我今天特地打電話去問 幾個人 都沒有人回答我 就是說 即使真普聯 那個方案 有公民提名也好 公民提名提出來的 是不是需要過一個提議會 過一個什麼提議會 現在呢 真普聯那個就是民主化了提名委員會 但是什麼叫民主化了提名委員會 你沒有具體呢 凡真空空洞洞 我也很難支持 你說 譬如現在的提議會 是1200人 1200人 是不是民主化了 那就是民主化了 那就是民主化了 那其實現在的方案 在目前擺出台來的 我就只能夠 我們蘭花系 最支持是學民思潮的方案 就是 全港三百幾個選民 都是提議會 這個就是 我們叫做中秦基本法 那個框架底下 去爭取的一個情況 OK 那好了 我們其實對這個 真普聯呢 的 誠意都很有懷疑 但是其實問心一句 真普聯這個方案 已經是超出了我 開頭對這個真普聯的預期 因為呢 你真是想不到昨天鄭宇誠 是說得這麼硬正的 他說如果真普聯裡面有成員 不滿意我們這個方案的 不過他很奇怪 這些老好人 他不是說 那就請他們離開 離開真普聯 他說那我就辭職 他辭職 因為他要做老好人 我覺得奇怪的 傾身自己 那你老老實實說 你現在來說 你民主黨 他很執著堅持說 不是一定要三鬼並行 基本上他不用說 我們都知道他不用 為什麼 如果我是民主黨 其實我不說 最後才說 三人爭取得 兩人都算了 大家收貨 都沒有這麼肉酸 為什麼要現在說定呢 難道民主黨 是想逼我們做些佔中 如果倫來民主黨 是真的曲線爭取民主 寧願揹上 那個罵名 對不對 但是現在 我老實實說 究竟他們誰說事 現在就出了聲明了 劉慧卿他們說 說明 不需要 就是參議院裡面 有固然好 沒有 只要一個合乎 國際標準 我講完語言藝術 我們聽到這個節目 你們知道什麼 陷阱的 阿彦雞 你說幾句 我沒什麼氣調他們 說來說去 就是想 模糊過視線 就是毓民說過 有得入閘市都吃 他們經常覺得有得入閘 只要有一個具競爭性的選舉 他們就覺得是會因此而走前一步 於是會再踏前 不是競爭性 是他們有份入閘的 其實 不是競爭事 不是啊 我覺得是他自己 到現在 都會講來講 都是講他自己 講他自己 他不會講別的 那如果 我有時候想想 如果共產黨 不要講那麼多事情 你跟我過了這個情況 我保證你劉慧卿入閘 我保證你劉慧卿 一定跪下 現在跪下了 一定 但是到下一次 他們真的經常說良好遠望 就正如這幫混蛋當天說 屌你入功能組別 屌你就搞功能組別 現在這個功能組別 屌你 超級區議員 是不是周萬世 是啊 那他們現在又去說 又去想說 用同一樣的話 對不對 就是又是說 屌你了 不要過了一步一步 但是這次這個 如果 你一過了 就是很多節目 講過的 就是說 你過了千秋萬世 去下一屆共產黨 我又不給這個了 因為我們要爭取的是制度 為什麼我們這次 就是這一幫人 包括我們最偉大的 最尊敬那三位教授 目者 說我都想起他們這麼偉大 願意為我們坐牢 保理了我都流眼淚 對不對 說要佔中 對不對 雖然是出片才佔 政改都過了 對不對 那屌你 喂 你 客家佬 剛才你好了 肯勁的 真是屌的 你還有什麼好說 好肯勁 沒什麼好說 今天不知道哪個 哪個族有說 不是族有 是有 拿粥砍他 拿粥砍他 是啊 你說我報你 真的沒什麼說 真的沒什麼說 做什麼 你對著這幫 這個粉皮 是不是這麼說 喂 其實說真的 其實2012年 這幫八格黨 應該已經是消失了 2010年 它是出賣了我們全香港人 欺騙我們對民主追求的人 只不過 你香港人 只不過 叫 什麼 含類投票 對著這幫人 依然說 給他機會 事實證明 這幫什麼人 不用說 今時今日 大家可以分配一下 老實說 有些人 現在有些人說 2016年 要民主黨亡黨 喂 你以為民主黨 你以為民主黨聞不到一股尾嗎 他都知道 他更加會投共 為什麼呢 在其他地方拿著好處 他不知機會亡亡黨 所以 我在這裡呼籲民主黨 那些所謂的燒甲 是不是亂甲 羽甲 羽甲 其實那些羽甲 我們又不想破了 大部分都很糟糕 很多都很糟糕 老實說 你要相信民主 你怎麼會 你怎麼會 入民主黨就是賤總 二十幾三十歲 你包括你媽田 屌你老母在你的鄉縣 因為你的鄉縣 就害羽甲我們香港人 我屌你老母 含家產你主名 你傻了 你是不是老人猛了 你主名 是不是 屌你老母 你現在蘋果 你還摟他們這個含家產 蘋果又就是 屌甲 我們香港人的命運就是這樣 然後屌你老母 我們 告訴你 還有一班人說 他們是好人不怕 我們做事 因為他們有學位 因為他們是 從來都是 是律師 是專業人士 是專業人士 穿卡其褲 穿藍色套 打綠色胎 永遠說話 不粗口 不粗口 你又不要屌你老母 是不是 我是說粗口 但是我屌你老母 每天在街上 我沒有被人屌過 不單止沒有被人屌過 只要走過來跟我握手 說支持我 我屌你老母 你那些混蛋是誰 四方欺 你這個二拉女 死全家 你老母 你說說真的 我看到劉慧卿的 很簡單 我們有個系友 叫我說去哪一天 民主黨不知做什麼 研討會叫我去屌 我得夠閒嗎 早上幾點 早上九點幾至晚上 就五點幾下 我屌你 我精盡人亡 如果九個小時 去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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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實說 羞辱你 是粗口 我現在屌你老母 你屌你老母 你一定要截那段片放上去 屌你老母 放幾十秒好了 放上劉慧卿和民主黨的網絡 你還說不是出賣香港人 你憑什麼 好 叫你辭職公投 你又不辭公投 所以到今時今日 時間差不多 我們去到這一刻 因為政治我們經常變化 除了大原則之外 大原則我們是不能變的 不需要再跟我說 你那些是有啊 自己有啊 一早都知道這個真普亂 我上次都說過 是人都一早知道 但是 去到今時今日 你們不認同 我都要說 如果你說真普亂 我講過真普亂 裡面還有工黨 還有公民黨 這些古靈精怪 街工是不是 是不是真普亂 好像也是 是啊 有份啊 的政黨裡面 竟然可以暫時出出一個 這樣的方案出來 說是要缺一不可 你都不能夠不給credit 屌你了 劉翁 就是公道 做人一定要 如果不是有人民力量 在裡面夾著他 就算你們好 真人民力量都是這樣說 你有沒有這樣 以這一點 現在 所以我們唯有在目前的階段 大議題 只有一個 就是現在 罵得 廢廢洋洋 當然很難實行 我覺得 打句問句都不肯 尤其是何秀蘭 尤其是 何秀蘭 何秀蘭 八靖家勞 陰險小人 不,一會兒也要尤其他 先去我們南華門 尤其他 尤其他 他怎麼會跟你辭職啊 尤其他 下次回來再說 低俗頻道 露竹.com 169元 全套 爆膽 露 所以無低俗 但是舒服 美顏豆魚煲 好特別啊 這個煲 好香豆魚味 還可以美容 靚波王 新推出的美顏豆魚煲 邊爐邊美顏 還有請向豆魚煲 真是有打得出的新鮮感 低俗頻道網友 留意QR Code 還有特別優惠 馬上打2399-0812 訂位吧